赌幻啷 哈囉大家好 我是Guy 那二頭肌 就這麼小一塊 分成長頭短頭 訓練動作卻有8到10種甚至更多 這合理嗎? 合理 也不合理 合理的點是 一個雞群要把它雕塑好看 確實需要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精雕細琢 那不合理的點是 你有沒有需要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東西上面 花上你這麼多的心力跟時間 你有這麼龐大的背部肌群跟三頭肌 以及這麼渾厚的肩膀及胸肌 肌肉含量最高的下肢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核心肌群 但是你卻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心力 在這小玩意的上面 俗話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對各個部位的肌群應一致同仁 但事實上 居居們的偏心現象並不罕見 而偏心這現象不僅僅會影響 流浪窮外的肌群 使得該肌群感受都不佳 嚴重還會導致比例失衡 斜抗肌、斜中肌等等 大大跟不上主動肌 而導致重量遲遲無法進步 不過各位也誤會 並不是要大家少練二頭 而是我們要如何有效率的 分配好各個部位的訓練時間 在這一個半小時內 播出30分鐘來最大化的 刺激我們的二頭 我這邊帶大家快速的 掃過各個二頭的訓練動作 集中彎曲的優勢在於 專注單邊訓練 通常重量可以使用的比較重 隨著手腕的變化 長短頭都可以刺激到 缺點就是容易帶長 容易掉入重量迷失 一次只能做單邊訓練較為廢時 斜板彎曲 優勢下放至低點時 同樣能保有肌肉張力 鍛鍊長頭 要特別注意力結時 肩胛骨的位置容易向前帶長 坐姿斜板彎曲的優勢 身體不容易帶長 手肘位置在於身體後方 對於長頭的刺激較佳 但操作難度較高 需要搭配脊椎中力 肩胛的後收 槓鈴彎曲 右分曲槓 直槓 翻臥窄臥 正臥反臥 優勢在於能同時訓練到 兩側二頭 縮短訓練時間 同時還能訓練到核心的控制 不過在操作上就需要 分散注意力在其他部位上 手腕也會因槓的構造被局限住 身體彎曲 優勢在於二頭感受度強 能快速達到蹦桿 不過這個動作前期需要花 比較多的時間 掌握身體的相對位置 尤其是手肘 其中時應避免向後 支出彎曲 這個動作有點類似身體彎曲 同樣對於二頭感受度強 能快速達到蹦桿 垂視彎曲 優勢對於長頭以及攻擊下方 前臂肌群刺激較強 但相對於二頭肌 短頭的刺激明顯較少 其實這麼多種彎曲 各自都有各自的好 但主要都還是環繞在 手肘與身體的相對位置 以及手腕的旋轉角度 當你手腕的角度與地面接近垂直時 這時候對於長頭刺激較佳 當你手腕的角度與地面接近平行時 對於短頭刺激較佳 前面講了這麼多二頭彎曲的訓練動作 其實有很多姿勢訓練到的位置 都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當我們在訓練二頭那天 就應該要盡量避免過多相似性的動作 很多人會在網路上看到 例如6個最有效的二頭訓練動作 然後隔一天踏入健身房 就會很興奮的把這6個動作 都訓練一輪 每個動作做了3到5組 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訓練二頭上 那麼這就不是一個有效率的二頭練法 我會接近新手在訓練二頭的時候 就挑2到3個動作 好好的把這2到3個動作練好 會比你花了一堆時間 做了一堆動作 練完二頭 結果全身都在酸 要來的有效率 效果也會比較好 舉例來說 第一個動作你可以先用槓鈴做大重量 讓二頭快速的衝鞋 第二個動作 再選擇對你來說感受度最強的姿勢 也許是撐體彎曲 或是鞋板彎曲 看你自己 來專心刺激你的二頭 讓二頭衝鞋達到最高的蹦感 最後一個動作 再來補強較弱的位置 也許是長頭 那麼你就可以選擇垂屍彎曲 當然如果想在最好的狀態下 訓練我們一般人可能比較弱的長頭 那麼我們把順序調換一下 先做垂屍也可以 最後我再幫大家做個重點整理 二頭肌的訓練動作有很多種 但是你並不需要在你一次性的訓練裡面 做完所有的動作 你可以在一個訓練週期內 也許三到四週都使用相同的兩到三個動作 下一個週期再去做替換 對於效率以及訓練效果都會來的比較好 這兩到三個動作內 必須涵蓋長頭以及短頭的刺激 對於你二頭肌的外觀視覺上幫助比較大 最後 呼籲大家所有的肌群都很重要 不要過分偏心 導致其他肌群感受度不佳 有了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蒋蓋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で これ 勿 coin 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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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